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找到你 女子虽若唯母则刚 这句话就可以完整地概括这部电影 这是一部难得一见的双女主戏 性格强势的女律师李洁 忙于一桩离婚官司 凭她的实力想要胜诉并不是什么难事 反而是油腻的中年土豪委托人比法庭上唇枪舌剑更棘手 事实上李洁自己也在办理离婚 他的前夫是一个没有主见的妈宝男 两人在女儿抚养权问题上互不相让 李洁时常因为工作和应酬而早出晚归 无暇照顾女儿多多 真正与女儿多多朝夕相处的是家里的保姆孙芳 某个深夜 当李洁推开家门时 发现孙芳和女儿毫无预兆地消失了 他内心最大的恐惧变成了现实 在追寻孙芳和女儿的下落时 他收到来自家人的谴责声讨 甚至遭到警方的怀疑 几乎崩溃的李洁 靠着惊人的勇气 用自己身为律师的观察力和推理能力 独自展开调查 他的首要寻找目标当然是女儿多多 而这个过程却逐渐变成了对孙芳的探寻 李洁直到此时才发现 对于这个跟自己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同龄人 自己竟然完全不了解 温柔善良的孙芳不幸嫁给了一个有手好闲的丈夫 丈夫久后家暴 甚至还敲诈她 她让孙芳一点点坠入深渊 两人的女儿朱朱也在出生后不久 就被查出患有严重肝病 孙芳则独自扛起了为女儿筹措医药费的重担 拼命工作 努力赚钱 找有钱的男友来筹钱为孩子治病 然而她活下去的全部动力 却因为李洁一家的出现而被剥夺了 孙芳费尽千辛万苦也没能保住的医院床位 对于那些生活条件更优渥的家庭来说 却可以轻易获取 万念聚会的孙芳想要通过伤害孩子的方式 来达到报复李洁的目的 她找到了那个占有她孩子床位的幸福女 她用计谋让李洁辞退阿姨自己补胃 她将自己死去的孩子冻在李洁家的冰箱里 孙芳本想将李洁的女儿卖了用来还债 却在与多多的相处中重新找到了身为人母的感觉 于是决定把多多据为基因 李洁通过种种线索在了解孙芳的身世以后 领悟到这个女人的一切心结都与妖者的猪猪有关 终于从自己与孙芳相处的回忆中搜寻出指向她下落的关键信息 在最终的对峙中 李洁为自己对孙芳的傲慢而忏悔 为自己身为母亲的失智而忏悔 接受了忏悔的孙芳选择了彻底的放手 放下了多多 也放下了不值得眷恋的时间 这是一部用主题吸引观众 用细节征服观众的电影 从两位主演的演技到复杂时间线的插序 甚至一杯装过蔬菜汁的杯子 都在尽他们的职责推动剧情的发展 从整体来看 电影提供了悬疑篇层层解惑的爽感 也在利益上去多元价值的输出 不同的人能在故事中得到不同的共鸣 他公平地阐述了这个社会的种种问题 电影最让我深思的就是 我们究竟离孙芳有多远 今天就说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拜拜 by bwd6